第二条偷盗 永利偷盗 偷盗 偷盗我也讲了很多 佛经里面对偷盗的定义 说之为不愚取 这个无有主 有主 主人没有答应 你就把它拿来 或者是据为己有 或者是暂时使用 或者是移动了未知 都不可以 有主 也许 有几棵树 大个小猫棚 这树有没有主呢 有主 谁是主呢 山神是主 树神是主 我们肉眼看不见 你要看这棵树 佛说了 这个树只要有一个人这么高 高度有一个人这么高 要看他 三天之前 要去祭祀 要去给他送金 拧咒 说明 我要用这棵树 搭个小猫棚 在这边修行 请树神 搬家 你如果不这样做呢 这道 这是谁偷道 所以是 一草一木啊 不要说这什么有主啊 很难讲啊 他的主人呢 我们肉眼看不见 我们身体接触不到 哪一样东西没有主呢 所以对事对人 对事对物 一定要小心谨慎 在偷道里面 佛在 一切经论里面 都警告我们 三宝五 得罪 罪重 三宝五的主 是近虚空变法界的 佛法神 这个 头道啊 是你永远还不尽的 大臣精神长强啊 你造五逆十五 住佛菩萨 都有办法 都有办法来救你 道三宝五 道常住五 受访三世 一切祝福 都没有办法救你 所以 所以厌余将啊 地狱门前 僧道多 这个话 非常有道理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佛门常住物 轻易切道 这还得了吗 你用的时候很方便啊 可是你将来 你还不了啊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常住 一根针 一条线 一张纸头 都不可以用道心去 可是今天 大家疏祸了 看到别人这么做 这没事吗 我也这么做 现在没有事 事情到面前了 后悔莫及 这个地方常住 很慈悲 把地藏经上 这一段经文 隐映 到处贴上 告诉大家 这是大慈大悲 不是怕常住东西 你拿去 不是这个 慈地藏住很大方 你要拿 尽管拿 你将来果报怎么办 所以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我常常讲 现在 跟过去的时代 不一样 科技发达了 我们点点电灯 要不要付电费 电费常住付的 我们打电话 也得要付电费 没有必要 浪费 常住的这些人员 让常住去交费 也是顺利 也是顺利偷到 有一些 名利的居士 我看到很佩服 他们用常住的电话 用完之后 一定要放钱 这是对的 点点滴滴 很小的事情 就是此地讲的 好分不善 这不是大的不善 很小的一点不善 夹杂在这个里面呢 把你的善罚毁掉了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偷盗 说到最贴切之处 就是我们今天讲 占别人便宜 这个范围就报道 包括很大了 别人便宜 不好占 别人损失不大 我们自己的损失太大太大了 为什么呢 障碍自己的道义 毁掉自己的清静心 把这一生 往生做福的机会 凑过了 你说这个损失多大 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们要知道 何必干这个事情 别人占我的便宜 可以 没问题 我也不要去计较 这是 这是不失 不要放在心上 如果要计较 如果要计较呢 那我们就错了 我们又变成不善 我们决定不能有 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占一个人的便宜 上下不可以 你怎么可以 占这个工业的便宜 像地方政府的 国家的 三宝的 自然就没有了 一定要记住 永远 我们这一生 肯定成就 那